哈囉我是阿金 歡迎回來觀看失憶症失去光明的遊戲影片 上一部分我是從這邊掉下來嘛 然後 前 這樓梯可以撿嗎 喔不行 前面是死路但是我有看到通風管 這裡 通風口啊 不是通風管 我現在只有這條路可以走 我有看到綠色的東西 喔保險絲 剛剛上面樓層的紙條有寫喔 是要拉下 開關然後保險絲之類的嗎 稍微搜索一下 這什麼 小藥水嗎 不能動啊 小金人 喔 哇小金人現在沒有藏著鑰匙 這什麼 中門的鑰匙後中門大門鑰匙就對了 電腦不能按 這什麼回憶盒嗎 這個東西在黑暗後衣裡面經常出現 我們發現了力量的來源 這是在神殿中發現力量來源 但是事情開始變得非常糟糕 一大堆人死亡 這些都是已經知道的廢話 那些實驗員 現代這個1980X年的實驗員 他們發現了神殿 力量 藏著力量時的神殿 然後一堆人死在那裡 是為什麼死在那裡 被怪物奇蹟嗎 這可以按對吧 耶 門開了 門 等一下 那個通風口是為了什麼 是要 喔 喔 通風口是為了讓我回到 上面那一層 就是發現 這個密道的那一層 那個辦公室 然後接下來 我按 開關是為了要進來這裡 這裡難不成就是神殿嗎 不會吧 大門鑰匙是開哪裡的 不知不覺我已經進來 Fuck 什麼鬼啊 有屍體飛走 不會吧 不知不覺我已經進來神殿了嗎 好深啊 地下幾百層 這個門應該要進去對吧 換地圖吧 他說這個神殿完全就是很純粹的邪惡的地方 有一種很邪惡的感覺 這個門鎖住了 那些那個日記上有寫有關這扇門 喔我有拿到鑰匙嗎 靠腰就這裡對吧 沒錯 保持大門敞開 我是應該 哇三條分岔路不會吧 我先走左邊看看 有路就點 哇我有好多火柴盒 到現在完全都沒有用到火柴盒 沒有地方可以點啦 應該這樣講 該不會在這邊要把火柴盒全部點光吧 我是往左邊繞對吧 希望這也是一個 正方形的區域 哇不會吧糟糕 現在變成了T字形的區域了 我必須把這個路路線 死死的記起來 我不想在這邊迷路 每個火柴我都要點上 這是T字形最上端的 哇我燈有剩一半了不會吧 突然又開始擔心起來 喔 呃卡住了 中間我先還沒有走過 有門 死路 進不去裡面有紅色的光了 我可以開 用把手轉開嗎 不可能 不行 什麼都不行 丟桶子咧 不行 搞屁喔 這裡是最外圈的對吧 十字構造的最外圈 我不是故意要開開關關的 為什麼要開開關關我已經解釋過了 因為我省燈油 等一下我在繞著最外圈走過去看看 該死太黑了 一下亮一下暗 眼睛沒辦法適應 所以會 一下黑 一下亮 怎麼又有一間房間 這是 我到底繞了多大圈啊 我剩幾個火宅盒 八個 哇還有八個 喔我回到起點了 我回到起點了然後 沒有房間可以進 剩下中間這條路對吧 我要保持頭腦清醒 直走 T字形的中央 這裡是T字形的中央 我直走 照理來說會遇到那扇不能開的門 絕對會 喔有了 邏輯萬歲 靠腰 真的超級邏輯萬歲 我要保持頭腦清醒 要不然真的過不去 這邊有一扇側門 這什麼地方 不要 我看見鐵處女了 我不要接近它 200%有東西會跳出來 我要去搜尋別的地方看看 這次我逃過了死亡陷阱 好險我沒有直接 一路衝進去啊 衝進去絕對會有東西跳出來 被鐵處女嚇死 靠 我現在是在 T字形的正中央這扇 這個走道 左右走 喔 怎麼那麼多箱子啊 是要幹嘛 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喔 水桶 可以拿吧 我只是撿個水桶而已 需要 全部的桶子要爆開來嗎 這為什麼 快沒有地方可以搜索了 接下來是T字形的 最後一邊 又有一間房間了 好黑啊 喔 新的房間 這什麼地方 只有樓梯可以走 不會吧 應該要上去了 只有這條路可以走了 沒有地方可以走了 慢慢爬樓梯 好慢啊 啊 Fuck 我就知道讀取會有什麼東西衝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是某某實驗室嗎 上面有東西耶 這個鑰匙對吧 不會吧 不會吧 我撿到了 等一下我撿到什麼 Powerstone Room Key 力量10的房間鑰匙 我一撿起來這地方就被史萊姆佔據了 該死了 我有預感我等一下會被史萊姆追對吧 我玩失憶症最討厭的關卡就是水怪 再來就是被史萊姆追 該死了 史萊姆追的聲音實在太大了 太討厭了 這是剛剛飛出來的死人 我現在踩在他屁股上面 雖然看不到我的腳 但我確實踩在他屁股上面 我這個鑰匙 我想一下 讓我 讓我 釐清一下 Powerstone Room 喔 是在T字形正中央走到最前面那間房間啊 我現在 右邊對吧 所以說我要往這裡走 不對 這裡才對 燈油還夠 不管全部點一下算了 這裡 反正我現在走這條路 不是出口就是鎖住的大門 50%機會 靠也要走錯 就是說往前喔 好黑喔 我不點燈這個 根本爆黑的 絕對是這裡 絕對是這裡了 可以開了對吧 我開了嗎 欸 我開了怎麼沒有 開鎖聲音啊 Fuck 他只是場景亮起來而已 但是突然亮起來 讓我突然 驚了一下 淡定下道 靠 其實這個遊戲 玩了現在我有很多淡定下道的場景 場景 這個就是powerstone對吧 我終於找到我想要找的東西了 然後呢 撿起來嗎 我該不會一摸就炸死了吧 這不是什麼惡搞的東西 撿不到 蛤 什麼東西 力量源頭的寶珠 太燙了 撿不起來 我必須把它降溫之後 我必須把它降溫之後再拿起來 問題是我要怎麼降溫啊 丟燈油上去嗎 不可能吧 喔我有水桶嘛 但是 是空的啊 這什麼 喔 喔 不會吧 這麼順利 旁邊就有積水 挖水 然後 降溫 降溫了 沒有我還沒用到 YA 撿起來 YA 它這什麼 我的頭快 爆炸了 我必須逃離這個地方 Fuck 為什麼我的 有石像擋住我的路 我原本可以只走就過去的 不是嗎 該死的為什麼我一直被揍啊 等一下不要死 拜託不要死 我現在是在正方形最外圈 我知道 Fuck不要當我 那些石像引引線線什麼鬼 不會吧 我是受得太嚴重的傷了 因為撿起寶珠的關係嗎 我死了嗎 為什麼是Sleep呢 啊 再跑一次 該死了我現在是血滿狀態 我應該可以活得出去吧 啊 啊 箱子 啊 Fuck 該死的地 帶一堆石頭擋著我的路啊 我知道我要往哪裡跑 石頭也擋不住我 是因為我撿到寶珠的關係嗎 我不停的受傷害 不要死 啊 超煩人的 快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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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應該吃補血啊 到了到了到了 出去 啊 啊 Fuck 垃圾關卡 超煩人的 浪費我一大堆燈油 而且還把我打成重傷了 我直接吃補血好了 沒辦法了 不過 我還是拿到了 Power Stone Fuck Yeah 那我現在是擁有力量的人呢 咳咳咳咳咳 我可以毀滅世界了嗎 Power Stone在我手上 我接下來要幹嘛 回去 看來只能回去而已 什麼聲音啊 我的視線是不是有點模糊還是怎樣 然後 啊我想起來我要去通風口 對我想起來了 通風口是逃離這裡的道路啦 就是說我要先拿到Power Stone之後 再來通風口這樣子 要不然前面堵起來我也出不去了 看一下時間 OK啦時間差不多了 那鑽通風口上去的影片 就留到下一部分再繼續好了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掰掰